EXO作为韩国人气天团,里面的成员个个都很帅气,颜值十分的高,他们的兄弟姐妹也被大家所关注,像吴世勋有一个亲哥,蒲灿烈有个主持人亲姐。吴世勋的哥哥从来没有曝光过,吴世勋很注意家庭的隐私,很保护家人。 但是蒲灿烈的姐姐就不一样,她是韩国的知名栏目的主持人,再加上有这么个出名的弟弟,知名度自然不会小。 且她与蒲灿烈长得十分相似,有女版灿烈之称。蒲灿烈在韩国人气这么高,她的亲姐姐蒲又拉婚礼还未举行时,便在韩国受到了不少关注。 XO出席蒲又拉婚礼,吴世勋婚礼现场是不停,蒲灿烈哽咽送祝福。 蒲又拉,原名蒲贵宾,1989年9月21日出生于韩国首尔,职业未前任韩国PaxTV财经主播TV,并在韩国TVPaxTV在线直播Asia Economy中出演,现为SBS CNBC房地产栏目主播。 韩国人气天团XO成员中蒲灿烈的亲姐姐,因出众灵动的外贸与工作忠实的认真努力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爱。 以上是百度对蒲又拉的一段简介。蒲又拉之前是釜山MBCTV的主播,现为SBS CNBC房地产栏目主播。 就在去年,她还亲自播报过XO回归的消息,一套官方互吹的说辞下来,姐姐没有笑场也是很厉害了。 蒲又拉的老公也从事新闻媒体工作,比蒲又拉大三岁,两人是通过熟人介绍认识的,交往约一年后才决定结婚,也祝这对新人幸福。 蒲灿烈在姐姐蒲又拉婚礼上必演唱祝歌。 在婚礼现场被曝光的视频上,蒲灿烈特别演唱Everglow,送上对姐姐新婚的祝福。 大概是害怕自己的眼泪忍不住的流,演唱时蒲灿烈全程闭着眼睛,直到唱完才睁开眼, 她唱歌时很明显能听到哽咽的声音,蒲灿烈说以前是我保护你,现在交友姐夫守护你,真的是十分舍不得了。 蒲灿烈本来在生活中就是个十分感性的人,在Exo获得五连时,在现场类流程何止都止不住,几次发言都哽咽到说不出话。 这一次姐姐出嫁,她肯定私下也偷偷哭过,她可是我们的小哭宝啊。 蒲灿烈与姐姐的关系自幼便十分要好,蒲灿烈自己也在公开场合爆料说小时候自己被欺负时,姐姐总会站出来为自己撑腰。 Exo出席蒲又拉婚礼,吴世勋婚礼现场是不停,蒲灿烈哽咽送祝福。 不仅如此,在姐姐当上主播时,蒲灿烈还送了一辆奔驰车作为礼物送给姐姐,她暑假还在个人社交平台跟姐姐搞笑互动,有媒体采访蒲灿烈问她心目中的女神是谁时,她都会犹豫的说是姐姐。 如今从小与自己相伴的姐姐就要嫁人了,她的心里除了舍不得更多的是希望姐姐能一直一直幸福下去,所以在婚礼现场上拼命忍着眼泪,不想破坏在现场幸福的氛围。 XO出席普佑拉婚礼,吴世勋婚礼现场是不停,蒲灿烈哽咽送祝福。 吴世勋婚礼现场是不停,吴世勋身为蒲灿烈的好兄弟当然也会出席竹马姐姐的婚礼,一同出席的还有XO成员边博贤,金钟大和金钟人。 在他们与新郎新娘拍照时,吴世勋还在吃东西,嘴巴不停地嚼啊嚼,也是十分可爱了。 在之前世勋与博贤直播打游戏时就曝露了自己的吃货属性,一直不停地吃饼干,虽说他爱吃,但是世勋的身材却十分好,被韩梅称为黄金比例,是十分性感的倒三角身材。 XO出席普佑拉婚礼,吴世勋婚礼现场是不停,普灿烈哽咽送祝福。 吴世勋在XO四群演唱会上就已经公布了自己的身材,八块腹肌十分显眼,典型的倒三角身材惹得不少粉丝垂涎。 他的SOLO,GO,让不少的粉丝尖叫连连,在结束后还被各位哥哥巴衣服,博贤还曾直言最羡慕的就是世勋的身材,还羡慕他鼻子大。 作为XO门面担当,世勋自己也曾在综艺中表示对自己的身材十分满意。 这次吴世勋在普灿烈姐姐婚礼上又曝露了自己的吃货属性,事实证明,身材与吃的多少没多大关系。 他还有一句吃货真言,这个饼干是100卡路里,这个饼干是120卡路里,但是只要吃得开心就是0卡路里。 XO出席普佑拉婚礼,吴世勋婚礼现场吃不停,普灿烈哽咽送祝福。 XO回归在即,还有大半个月就会发布新专,在紧张的等待中,XO成员的盯点消息都会引起爱丽们的关注,今天普灿烈姐姐大婚就上了热搜,连同吴世勋别再吃了一起,前者感人,后者搞笑。 XO出席普灿烈姐姐普佑拉的婚礼,吴世勋在婚礼现场吃不停,普灿烈哽咽唱祝歌给姐姐送祝福。 XO回归到即时还有多少天,快大声地告诉我。 XO出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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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XO出席